7点20分早安迅向时间 观众朋友早安 周末假日最后一天把握好天气出游 因为其实从明天开始 明天周一上班日又风靡要报道了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是在石门水库的即时影像 看起来天气还不错 太阳慢慢露脸了 而事实上刚刚说到 这个明天礼拜一有风靡要报道 天气会开始变得比较冷 而其实从现在开始 风面就已经逐渐接近台湾了 接下来带您进一步掌握详细的天气状况 首先来看到卫星云图的部分 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在台湾北方 就有一道云系是随着风面逐渐接近台湾 这个云系也会逐渐的南下 水气增加也影响到了台湾的北部以及东半部 目前今天上午 这个风场主要吹的是微弱的东南风 但是到了下午晚上风面通过的时候 就会改吹通北风 到时候降雨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而透过定量降水图来看到雨会怎么下呢 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清晨各地偏凉 今天白天台中以北 还有台湾的东北部地区 以及离岛的马祖金门 都有零星短暂雨 而东半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其实也是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而入夜过后可以看到封面通过了 包括像是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呢 这个降雨会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花冬这一带可以看到局部较大雨是发生的几率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也提醒你如果要外出的话 记得一定要西带雨具了 再来带你看一下户外目前的即时温度 可以看到呢 目前大台北是19度 以花冬部分的大约是18到21 至于西半部地区可以看到呢 新竹台中嘉义大约是19度 台南高雄20到22 离岛部分呢大约是14到21度 尖清晨呢 北台湾低温普遍大约是16到18度 其他地方呢大约是19到21 感受少稍微比较偏凉一点点 而白天的高温呢 是比昨天还要再高一点点的 北部呢还有东半部的高温 大约都来到了27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大约是30到32 感受上呢是温暖偏热的 而今天北部可以说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呢可以说是晴朗 而刚刚说到了啊 明天有封面要通过 所以呢到时候高温可能只剩下19度 这个气温溜滑梯的状况是比较明显 而且要持续到21号 也请您一定要留意温度的变化了 最后气象小丁来看到啊 今天这个封面通过带来了水气降雨几率 也变得比较多了 另外呢明天开始要变冷 所以其实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变化 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了 另外呢就是气象局啊 针对离岛的金门还有马祖呢 是发布了农物特报 因为在金门马祖呢 水气是比较多的 预估要到晚上东北净风暴到之后呢 这个雾气才会散去 以上提提资信提供远众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